23年的时间,周洪亮从刚参加工作时的小周,变成了现在的周师傅,不仅自己不断进步,还带动了十几个巡线队员,其中步伐90后的新一代巡线人。 周洪亮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不断带领大家创新创优。 近年来,周洪亮所在的工作室,先后有二十多种科技创新成果,八项申请了国家专利。 周洪亮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电网公司国网工匠、中国好人等多项荣誉。 同时,他所在的班组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2017年,周洪亮被光荣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周洪亮的徒弟。 来,我们有请赵超,有请。 大家好,我叫赵超,我是周洪亮的徒弟。 您好,这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报上来的这是什么。 这个呢,就是我们周洪亮创新工作室的一个发明。 它的名字叫智能轻障机器人。 叫智能轻障机器人。 就是它清除什么障碍,主要是。 这个工具主要是清除我们导线上的一些异物, 比如风筝线,还有一些塑料薄膜。 因为它悬挂在导线上,有可能引起我们相同的故障。 以前我们就是处理这些衣物,需要人爬到塔上, 然后用绝缘绳进行摩擦。 现在用这个以后,就减少了人工作业的一个风险。 就是人不用再爬到塔上去了。 对,就是把这个东西直接挂到导线上。 让它通过这个导线里面行走,就是这样, 让它导线在导线上去行走。 行走的同时,它可以转动这个刀头, 我们在下面就可以操作,它可以调节上下。 你这个遥控多少距离啊,可以? 这个遥控在一公里左右,都是可以的。 这么长呢?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大大的减轻了我们的劳动强度。 其实这就是你在实践工作当中, 遇到了很多就是觉得自己平常可能觉得比较难对付的一些事情。 然后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减轻工友们的负担。 对,对,对。 所以做了这些发明创造。 来问一下赵超,就是你是周师傅的徒弟。 对。 跟他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其实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周师傅这个班组, 现在也成长为一名班长。 我负责的就是我们秦岭东边太白山区域, 而周师傅负责的是秦岭西边嘉陵江区域的线路巡视工作。 其实我们也就是肩并的肩, 同时的是同样的一个工种。 我觉得你们这个现在的工作条件可能比周师傅那时候要好一些。 对,我们现在像由于我们电网的这个前期的它这个设计, 水平高了。 还有它那个现在设备的质量也更好了。 再加上我们广告公司近年来对这个新科技, 新设备的投入加大了。 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周师傅说, 它有个愿望就是能在电脑跟范, 点一下鼠标就能看点这个设备的状况。 然后我们现在也实现了它这个愿望。 我们通过在我们一些重要的干塔上加装一些视频, 通过无线传输来做到这个远程监控的作用。 还有就是我们使用的一些无人机, 通过无人机飞到干塔的顶部, 来当我们寻线工人的一双眼睛, 来发现一些我们在地面难以发现的一些缺陷。 也就是时代进步了,技术发展了。 对。 可能不像以前那样, 我们光是通过这样一步一步去丈量去巡视, 所以我发现一个特点, 他们俩的鞋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能比周师傅当年的工作量 能少了三分之一。 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的改变, 技术的进步, 还有你们的设备的更迭, 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没有变的? 我觉得吧, 你像我刚进公司的时候, 第一次见到我们周师傅, 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平常, 很朴实的一个人。 然后跟他在一起相处了六七年以后,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执着的一个人。 就是他这些老一代电力工人身上那种精神, 我们希望他把它保持下去。 你像周师傅几前跟我说的一句话, 就是宁可十年不将军, 不可一日不拱足, 我们宁可一段时间内没有什么成就, 你也不能一天不努力工作。 就是工作不是为了我一定要获得 什么样的多大的荣誉, 但是我可能要在每一天踏踏实实的 那个点点滴滴都是我要做好的。 对, 我作为新一代的现龙工人, 我们应该发挥我们年轻人这种想法多, 点子多, 接收新事物这个能力强的这个优势,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传承向我们周师傅, 老一辈这种鲜路工人吃苦耐劳的精神, 就让我们鲜路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吧。 每一代的巡献工, 他们身上的有一些特征是变了的, 但也有一些东西我想肯定没有变, 你比如说踏实做事, 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哪怕它很小的一个瑕疵, 我们也要把它克服掉, 因为那就是安全隐患, 再有一定是心中有责, 因为我们的工作真的连着千家万户, 连着很多很多的经济体, 如果没有责任, 可能大家撑不下来, 还有敢于担当, 逢山开路, 遇水驾桥, 如果没有担当精神, 我们也不可能把事情做得这么好。 印度大事人泰格尔说过这样一句话, 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 但我已经飞过了, 也许你们的工作更多是在幕后, 默默无闻的, 但是你们带给千家万户的光明温暖, 你们带给我们国家的东西,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谢谢你们。 周师傅给我那种感觉, 就是非常著名的那句歌词, 叫轻轻的一个吻, 已经打动我的心, 当然是那个吻, 稳定的吻。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不管是周师傅还是徒弟, 是吧, 两位往这一坐这个状态, 我们感到非常的心安, 他这个吻呢, 首先是技术上的吻, 是在保持高度责任心的这种寻察强度的时候, 还会激发出创新的这样的一种火花的技术吻, 同时呢, 几十年如一日, 干一件事情, 绝不厌倦, 不忘初心, 始至如一的这种心态吻, 英雄有那种闪光的, 也有那种隐身的, 所以他们默默地, 一辈一辈地去传承自己这种没有声音的伟大, 我们这些人坐在这里, 是让他们把他们的工作呈现给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安宁生活的背后, 有这样一群人的努力和身影, 感谢你们。 那说到最后, 想问一下两位, 你们觉得身处的这个时代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我觉得就是, 我们作为一个线路工人, 就是要把自己的岗位来守护好, 我要感谢我的老一辈线路工, 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同时, 我要感谢科技, 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科技的发展水平, 再一个, 我觉得我要感谢下一辈们, 他们能把这个接地棒继续接下去, 我觉得我们线路工, 就是把鞋传来, 把陆照亮这种精神要延续下去。 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和技术水平也在不断地发展, 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已经变得越来越好了, 我们现在也学到了很多的这个管理理念, 以及技术更重要的是, 我们还有像我们周弘亮师傅, 这些老一辈的店里人, 和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所以说我们在接下来的一日子里, 会将我们先用维护工作做得更好, 来回报这个时代吧。 我们说其实每行每业都是有人在负重前行的, 正是因为那些人默默地负重前行, 才会有我们今天的安宁生活, 所以我觉得做完今天的节目, 我是在想, 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可以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中, 去负一些重, 为他人能够平稳前行, 做出自己的努力。 如果你愿意负重的话, 会有更多的人为你负重。 好的, 再次感谢两位, 谢谢, 谢谢收看我们今天的美好时代,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